但是 East Carolina 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联盟 陈冠权的空中抛射 YES 所以现在把吴家俊换上来控球 艾德的出手 YES 艾德今天的第一个Fill Goal 被老吴篮捷 现在浮渊三打一的快攻 在那底下让艾德抛射得分 艾德 进攻篮板 艾德 连得7分 操走了 浮渊有机会把握第一截的最后一波进攻 艾德的垫步上篮 YES 艾德 再来一个艾德上篮 所以让麦班达教练对今年的浮渊有高度的信心 像是来自东欧的选手 这一次艾德要挑战赛事副用左手勾射 军三 教练的调度又可能要回到蒋玉安的身上 艾德 赛的双洋将来抗衡 今天得到了13分 而且抓下了 艾德 砍3分 有咯 就是我讲今天绿龙要赢 那当然其实台湾基本上 封线球员 后卫球员是不缺的 缺的就是大阵子 所以当羊将在当羊将节制 尼奥宗 被夹下以后给艾德做一个底线的抛射也有 艾德真的整个让对方对这个进攻节奏改变也是非常成功的 艾德最后一刻把球尾传出来再回到艾德手上 非常的幸运 蓝框是艾德养的 投进了一个艾德30分的人 他第一时间都得分 可是他现在打的是控球后卫 得分跟传球之间他必须要去打球 非常有灵性也适合打后卫 陆冠萱今天的第一个FUGO服务员也在地 更重要他的切入攻击可能跟这个吕正如 艾德再给地板球好球啊 他来底线直接补进 再找到底线艾德 浦源经历了在这个礼拜 空间拉得很开 他来底线露掉艾德 防守上也大意 林辉这球运球真的有点过度的一点 是还一直想寻 艾德时间快到了 现在谁来头都一样 不实的中距离的攻击 也造成Garry Silent可能比较大的麻烦 哇这个时候怎么会肉 艾德 尖野得17分了20分的得分 他跟 艾德 高抛头 宇焕雅这个抛头也没有 那当然可能今天换到的 这是11比6 一开赛不远速5分落后 艾德今天不断的要背框来打Session 哇这一次没有造型高 不过九泰国的球队来看呢 他每一场球 他的得分都是挺顺的 顺风顺水都在第一场 第一节的时候 这方人堆的地方 他冲出一条血路啊 哇 艾德 自己投进这个是三分球 很多小老外都做得很好 大家都全世界在流行 对 而且那种logo下 大家越投越远 对 这个包夹来得蛮快 籃底下 又露艾德 哇艾德这时候很谢谢队友 这比赛很难讲 艾德 上场比赛他得分是两队最高 底线 哇 又有了 李奇葳 哇 这个带队 这个三分球等于是 这个关键 给韭泰一个很严重的一枪啊 这一枪 比赛有些时候来到新的场馆 空间感不同 可能就是先打 跟上的时候 你还可以稍稍放掉 因为队友有人可以来帮你做解放 是 艾德这边拉杆 艾德今天那个坑不能太深了 艾德又击进去 哇呦 这个play造成了 八分天奖 雖然命中率偏低 但是他的第二阶级 其实也改变了整个 很有经验了 但是这个球 拾手受到影响 再拿回来 再投 哇 艾德又溜进来了 十分久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激烈 哇 断走 吴家俊成功的防守 艾德来了 哇 两队现在打平 六十三 倒球要快 传到另外一边艾德 脚步踩进去 这个抛头 哎呦 主场 球权拿回来 艾德 现在要来扣三分球 哇 连五分啊 十比零 十比零的攻势了 艾德被逼到角落了 哇 呦 这个球又进去了 好球 飞升进去 好球 好球 硬吃 大洋将赛 艾德来了 三分球来 今天这场比赛的节奏真的是还蛮快的 两边啊 真的 艾德 绕了一圈进来 还是切入得到 这一个擦板 进攻时间 吴朗 李奇伟 火顶的位置 切进去 艾德 拿到了两分 转身 转身 再篮下 这两分没有问题了 找到空打 所以 直接给消耗掉 啊 最后来个灌篮 还不给人家面子的艾德 我看艾德这个球很聪明啊 一旦发动快攻啊 他基本上这个速度是停不下来的 下手啊 其实李家康斯有收到效果了 他竟然 在跑的过程中交代 他就必须付出一些体能 就不是那么好手 哇 艾德 那 碧龙这边的防守 突然间 有点熄火啊 哦呦 就在第二节中了前 原本以为呢 天理 反过来 艾德的一个飞升上篮 就是 因为 整个 因为过去打野球 已经做得非常 勉强 二三四排名啊 哇 这个犯规直接 竞算哦 李奇艺马上出来抗议啊 认为这个是在搜球以前的犯规啊 不过裁判认为它是一个连续动作 搜球犯规跟还没搜球前犯规啊 裁判自己心里的那一把尺 有点太急 一直在 篮筐的左边来做进攻 艾德的切入 找到包夹 艾德一个转身 艾德给出来 wide open 乌家俊 给拖车 艾德来到篮筐 轻松 这一拳也是 赢球 还是要 针对赢球 赢得了赢得了 三打二的快 公平耀中有身材上的又是 想踩一个欧洲布 给到了 艾德乌家俊 第一波没进 第二波艾伦吴进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到球 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到球 是现在是九代的防守的问题 这比惊弓还松啊 这手也守不住啊 攻往头三分了 好 紧进来 要吃赛深 要来抛头 裁判响哨 M1 所以Senshin非常泄气啊 前面 艾德 扩兰德 这球衣就是桃园浦远 跳球下来 艾德拿到 就直接要一个大打小 上篮得分 包夹的位置来的 会非常的尴尬 这也是他们 呃 哦 漂亮 结果来补防的艾德 盖了Makskin的火锅 反快攻的机会 最后绕出了空挡 上篮得分 哇 从 二打二的机会 艾德应该要自己上篮了 这个脚步 充分地运用新规则的上篮脚步 好球哦 艾德的切入 上篮得分 艾德的切入 上篮得分 应该是中锋来喊 那刚刚 艾德自己还没有听到中锋在喊的时候 经过中间的15分钟休息 对于两队来讲都要必须重新召唤 陈前恩没有选择出手 哎呦 艾德 高 哦 好球哦 哇 M1 哇 又是一个空手切啊 嗯 是很会跳的啊 哇 我 哇 拍到是拍到 回去 对 艾德直杀到篮下 拨下来又被浦原拿到 好 这边艾德已经 艾德这个位置占得有点久啊 哎呦 但是被吹了一个M1 光华队甚至有中华队的成员啦 所以打起来他也格外的轻松 右手 抱抱歉是简伟如 而彭俊烈在前面跑快攻 艾德选择自己上篮得分 好球又是陈冠权 艾德的助攻 这边艾德的切入 哇 又是陈冠权 又是艾德飞进来 速 艾德一个加速度 再给 好球 艾德来单挑 艾德开拳术 好球 4 3 7比0的攻势 对 借着布拉的防守的 所以是没有进 蓝板球的争抢 还是在蒲原这边呢 捡到了 再来一颗艾德 这个是压绍的三分球 哎 还是蒲原了 连了艾德 是 规则在89条也说得很清楚 这个分数不够 嗯 这两个分数都不够 尤其那个米勒 蒲原一个机会 艾德 压底线 前面是布拉 只好赶快再传球 换成了陈冠权炮 连两堆的得分都破百了 真的是一个超高得分的比赛 马上就靠着艾德 他也106了 哇 我的天啊 109 那如果做不到 那我就要把你换掉 好 我们来看看昆西米勒 来了 走啊 这一拳艾德轻松 到的队友 持球攻的机会比较多 嗯 就找到了艾德 马上拿下两分 现在 蒲原把他的球是更全面 完全是在坤的档次 每场球可以赢球以外 他每一节都很稳定在发挥 哇 这边是艾德终于 很稳定在发挥 哦 所以 这个这种球队呢 就比较可怕 也轻烈 哇 结果这个底线球 发生了失误啊 给艾德快攻的机会 剩他两分 有小心 没事 但这边快攻的处理 让一节很稳定 每一节很稳定 第四名的一个位置 所以 对于 台湾银行来讲 当然 Ollaba在 累积生涯的助攻数也来到了 艾德硬打到禁区里面 打得相当流畅 不贪攻的方式 再一次的出手 再一次的出手 企图啊 防守的刚强性 方方都体现不疲劳的状态了 再回给给到陈冠权 出手 艾德抢到篮板球要再篮下硬扛 这三个球员今天打的 真的是赢球的很大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防疫漏洞 我好有叫防疫 你打十四啊 是 是 十比五 这一次球的一个轮转速度还蛮快的 喂 大家都抛上 艾德这边也抛 艾德 回到了底线 真的就像陈忠教练讲的 大家都 布拉姐很好送 但是 现在就看布拉finish的一个能力 是 所以其实布拉后来 上半场艾德现在得了九分了 这个球要溜进去 是个连续动作 你看到艾德这样洋将 其实他的 有节奏 不过这球也自己出现失误 而且失误之后马上付出代价 艾德的分也是比较低迷一点 对 加西亚来了 哎呀 这个球六球啊 对 不过他 真的还不是在 没有关系 不是有意的都无所谓 艾德 是七分的得分 红军燕 再溜过来 艾德 需要一个及时域 还是靠艾德 够稳定 他每一次报的球赛 都是国际间不同的 哎 篮下 我们先看到这一球 直接塞给了艾德 去两场比赛 没有出赛 现在感觉起来 是有点麻烦 又是一个快攻的机会 艾德上篮得分 再给出来 又是坚伟如的出手没进 但是艾德冲进来 再拿个两分 好 再来李奇伟 也在外线出手没进 但拨下来 又是给坚伟如 但是还要怪他 有没有很会破 漂亮的一键穿心 给到老吴 这 突然的反快攻 艾德来到进去 N1 这个防守搭配吼叫声 这个威胁性会更大 哦 这边 是艾德的两分 或者是说你今天的任务 就是在外围开炮 其他动作少做 啊 被开了一条路出来 让艾德 因为他还跟着球队练几天而已 哦 哎 结果在 这边也越来越稳定 这球给得漂亮 我们今天送给了艾德 送出了底线 V兵 wide open 没有办法连进两颗 艾德又来了 哦 这就是艾德 简伟儒 再给过来 哦 艾德今天 他的球队跟我们 观赏球赛的 我们都希望他这样打 就是想看这个 说他说说的之后呢 你要主动地去挤上他的身上 又被干净一个 这个李奇伟今天在上半场 就已经带准心 哦 这个球艾德 不是Coach你说两个大洋将 是小洋将杠上的大洋将 两个都白的 两个互相 但在眼睛在传情 还在干什么 大白还小白就对 钱伟儒 再找到艾德 空挡有了 18分的得分 所以好几次 刚刚那个艾凡斯 又打了一次火锅嘛 对不对 又盖了一个 贾斯亚的火锅 那种自然就会产生出来了 艾德 这是他拿手的一个抛头 很有心得 压 压在底线呢 没有机会 哎呦 两波进攻啊 其实打得相当聪明啊 掩护之后切进来吗 艾德的这一个抛球 哇 抛得有够准 对 艾包夹的一个位置啊 哇 这一个硬棋 哦 这是艾德 一个人带过来 要尝试切入了 一对一的去压到对方啊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好 反过来 哦 艾德 哇 好强大的切入啊 哇 这个如果打拳击来说 这算是下勾拳 压底线给出来 哇 还是一个团队的配合 把节奏给慢下来 尽可能消化时间 艾德 抛到篮筐底下 陈冠权拿到两分 第三号的封线 他们在这个 最近的比赛 说的切入的一个状况 是非常非常起立 一个底线的空挡啊 哇 艾德把这个球 在面前 抢回来这个进攻篮板 两队又打平 90秒要结束上半场 好过 进球就炒球啦 艾德也翻 天罗之后找到中间空挡啊 去做一个跳投得分 彭俊燃今天已经有 第六队 又是一个失误 艾德 哇 这个球用扣子 这个 还是没有爬进去 哇 现在普远打得非常快啊 哇 抢得轻松 彭俊燃再来一个助攻啦 今天出攻双位 只要一有身体对抗 其实那个球 就没有办法保护得那么的到位 哇哟 好大个 忽然间找到艾德生气了 这个是 拉到另外一边 艾德的得分 感觉艾德到了 透过流动 把所要打内线的球员呢 送到另外一角的底线 时间不会 整个玉龙队不会那么尴尬 但这边马上缓一颗回来了 陈先生漂亮 给到了 时间中 没放进车 艾德再补 这阶段 丹羊将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姬恩的球队了 两次 第三波了 转身 交给艾德 没有 所以才说 离奇教育就是在长招 下半场才要来用 是 那下半 艾德一条竞赛的情况下 卡斯雅没有办法出赛 陈冠权用无代号的角色 就会变得相对吃重 这就是冠权的一号动作 没错 很会抛 抛了 我们很期待他 哪一天 变成三分球用抛的 45比33 艾德再给林耀忠 在篮下 他要被骂几次啊这个 不过他是蒋云安英正信 看设计谁来专门挑着打 艾德 可以 变速的一个掩护上篮 熟悉的一个方式 对 在篮下 单打的艾德 哇 起来了 还是要他 可以啦 他能力这么强 可以追赶的这种强度 很强势 好球 应该讲 浦原的追击冠军赛的球队 不应该出现 这么低等次的这种 连续性的失误 还要 这是会做的事情 艾德的切入 nice place 谢仲荣靠身材来吃艾德 艾德胡顶外 接着出手 4 3 Bingo 这个空缸 定性 这可能更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 我们的篮球整体的发展 是不是在遍布啊 第二颗三分球 一个招牌动作 招牌战术 给到艾德直接翻身跳投 抛进 晃过了再给 陈冠权 抛头的击 把张伯胜的发挥 利用转移来一下 完全没人手 单手扣篮得分 是艾德 可以全数 在篮板球自己艾德拿到 转身之后抛头得分 所以两边 艾德再给老吴高抛得分 艾德在篮下 直接一个跨步 把一个贡丸 摆到锅子里面 又是贡丸啊 摆到锅子里面 完了是不是背着环保代价打球啊 变 这个球权 再调到篮底下 艾德 发挥尽 吴家俊打得非常的活跃 地板球给的漂亮 艾德 啊 哎呦 还是有塞进去了 成功的一次防守 对 非常感 非常鼓舞 鼓舞人心的一个包家 艾德 这是一个连续动作 普元就是要做出更多鼓舞人心的那种鼓舞式 立得有力量的时候呢 要赶快多利用布拉 哇 这边艾德 就时间真的蛮短的 所以他还可以继续的利用布拉 艾德这个球投进 慢慢的呢 他就会产生一些漏洞出来了 艾德 把角度给 又再送给布拉 从二楼这个球没投进 对 这是普元的机会 艾德 下半场艾德还没有得分 这球打得很坚决 把比输给 所以 我